如燕,真有你了 看来,这次咱们是找对了方向的 真是天助我也 可刚刚还有人要往东边追了 好妹妹,都怨我,别生气啊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心高气傲的那位副大哥令凤凰 这次算是对如燕心服口服了 二人还一下子成了塑料姐妹花 这一切还要从一个时辰前说起 敌人杰和曾泰来到上林村一座破败的院路中 发现了一堆炭火和羊骨 羊骨上还有咬痕 显然有人曾在这里吃过烤全羊 据此二人判断他们要寻找的那伙歹人就在这里 敌人杰和曾泰转身看一下身后的灶台 可以看出灶台是灰砖启成的 而且周围没有烧灼过的痕迹 由此说明这眼灶台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此外敌人杰还注意到 从房屋格局来看 这里分明就是厢房 正常家庭又怎么会将灶台置于厢房之中了 感觉是有蹊跷的敌人杰抬起了锅 果然发现了这里的秘密 原来锅的下面竟然是一个地道 两人拿着火折子 小心翼翼地进入地道中 发现下面是一间密室 只不过密室里空无一人 在一番仔细观察之后 不难看出这里不久前还曾有人居住过 哎是 这里似乎不像是关押银匠的地方 倒像是突勒人的兵营 你看看这种靴子 这是典型的突勒骑兵的战军 您的意思是 这里住的是突勒人 这一点可以肯定 看样子 他们已经离开了 不错 在意识到这里可能是踢骨小队的藏身之所后 心中发雪的敌人杰 当即招呼增泰返回空场 无论如何还是先找到原方再说 敌宫杰人自有天下 自然是不会有危险的 再说他这一身肉也不是白长的 即便是遇到踢骨小队 就是打不过他们 也能累死他们 另一边 原方听到马蹄声 连忙拉着五元民躲了起来 不久后 五个杂役模样的人骑着马来到了这里 怎么跑路都倒了 有些火焰打祸 被风挂倒了 把马车动手 把马车盖上 快快 不得不说 他们的这波解释似乎也没什么毛病 好歹还能自言其说 五人将马车重新盖上之后便离开了 原方让五元民在这里等候 他要跟上去一探纠结 五元民死活不干 这就是所谓的侠客不骗侠客 看到原方直接开挂离开 五元民一脸的艳羡 他似乎一下子爱上了原方 看来如焰要有情敌了 原方尾随五人来到一处院落中 却发现五人好似凭空消失了一般 敌人杰和曾泰返回了草舵处 五元民将这里来了五个人 以及原方尾随他们进村知识告诉了二人 敌人杰断定那活歹人并没有走远 说话间原方也回来了 原方将五人一进院 就不见了踪迹的事情告诉了敌人杰 他猜测院中定然有机关消息 阿门暗道 他本想查看一番又怕打草惊蛇 当得知原方所说的院中 也弃着灶台之后 敌人杰便将他和曾泰在灶台下面 发现密道和地洞仪式说了出来 那座院子与你刚刚去了 完全一样 暗门就在灶台下 地洞里有什么 地洞里是空的 但可以肯定不久前仍有人居住 嗯 我想 上陵村中类似这样的院落 绝不止一两处 狡兔三窟 先生 要不要冲进洞中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敌人杰将他在地洞里找到的长靴 递给了原方 敌人杰猜测 赫鲁潜入洛阳之后 他手下的那只神秘骑兵 就在北山的安排下 在这里藏匿起来 矮子深夜到五柳镇买菜 敌人是给这群人准备的 扇金局结案发生前 北山又将这群人秘密安排进洛阳 为了稳妥起见 敌人杰吩咐增泰火速赶回洛阳调集 为了寻找公主 如燕和凤凰带人来到了五柳镇 然而在一番搜查之后 却是一无所获 凤凰忍不住吐槽起来 他早就说过以公主的性格 绝不会逃进深山 一定是出城向东 奔繁华热闹的一管去而去 可如燕却执意要带人一路向北而来 公主是从上先房逃出的 而上先房离北从最近 你认为人在逃亡的时候 会舍金求远吗 这是其一 第二 对于一个仓皇出逃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才能逃出城去 而不是选择哪里更繁荒 洛阳北门是最后关闭的 因此 他最有可能从北门出城 对呀 如燕大人说的有道理 哼 你懂个屁 如燕和凤凰互不服气 最近几天已经没少半嘴使气 然而事情很快便有了转机 事实证明如燕的判断是对的 你就是本店的伙计 是大人 最近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穿淡粉色衣衫的小姑娘 在镇中出入 没有 那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穿着叫花级衣服的小男孩 那倒是有 昨天还在我店里呢 哦 他长得上亮子 长得挺清秀的 像个女孩子 哎呀 一定是公主 真的是他 他现在哪里 小二哥告诉众人 那个小叫花子被几个外乡人带到刘老汉家中了 在问明刘老汉家的位置后 如燕和凤凰在小二哥的带领下 来到了刘老汉家中 当得知公主天不亮 就跟一位姓怀的郎中先生 直奔上陵村而去之后 如燕顿时眼前一亮 姓怀的郎中先生 啊 是不是胖胖的 五六长须 身旁跟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 和一个红脸的中年人 哎哎哎对对对对 如燕心中意气 因为他已经猜出所谓的怀姓郎中 就是他的叔父 凤凰原本还将信将疑 眼见如燕一副十拿九稳的架势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并不由得夸起了如燕 看来他们这次是找对了方向 这一趟没有白来 这是天助我也 可刚刚还有人要往东边追呢 好妹妹 都怨我 别生气啊 以后 我都听你了 醒了吧大哥领 但我可不敢当 此时凤凰俨然已经是另一副面孔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傲娇 如燕当即决定 即刻出发前往上民村 曾泰在返回洛阳的路上 恰好碰到了如燕和凤凰 并从他们口中得知 所谓的叫花子其实就是公主 曾泰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敌人杰坚持 要把这样一个不完事事的女孩子 待在身边 得知敌人杰已经在上民村 找到了歹徒的巢穴 如燕和凤凰大喜过往 这次他们可谓是一举两得 既找到了公主 又能帮助敌人杰抓捕歹徒 事不宜迟 一行快马加鞭赶往上民村 敌人杰三人注意到 那五人将马车从草舵下面拉了出来 随后就进村了 赶到村口之后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曾泰让如燕和凤凰帅打队 在山两侧埋伏下来 他先潜入村中向敌人杰禀报情况 五人鬼鬼祟祟的将一些东西装上马车 看样子像是要准备离开 就在敌人杰决定跟着他们的时候 卫士前来禀报曾泰回来了 对于曾泰如此神速 敌人杰颇感意外 按照曾泰这个速度 那可是要比神行太宝还要快 回不到三位府城 你可真是神了 半岛上遇上了无燕和内瑞府的大哥 里有凤凰 否则明天早晨也回不来 无燕 他不是在城里寻找公主吗 怎么会到这里 小子就是公主 是他 在五柳镇的小贩铺里 敌人杰就已经猜出了五元敏的身份 否则一个小乞丐绝不会对上乘菜品如鼠夹针 而且五元敏对普通人的食物感到难以下言 也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此外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竟然完全不安事事 这些都说明了五元敏的不一般 最后就是他的气质了 虽然他穿着叫华子的衣服 然他的气质告诉我 他其实是因为天皇贵招 敌人杰三人在旁边大声密谋着 他们还想对五元敏继续隐瞒自己的身份 殊不知虽然有点憨淡却不傻的五元敏 已经有所察觉 不久后五人将一口沉重的大箱子抬到了马车上 看样子他们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敌人杰当即决定先赶到村口 和如燕凤凰他们会合 然而当他们会合之后 却发现公主不嫁 原方一脸猛逼 刚刚离开校院的时候 公主明明还跟在敌人杰身后 你看到他了吗 下山的时候好像还跟着 后来山道上太黑了 你看 怎么 他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谈 这个小鸭 我回去找他 我和你一起去 敌人杰劝指了原方和如燕 现在禁村无异于打草惊涉 敌人杰自信公主跑不远 只能在村中隐藏 因为上陵村已经是路的尽头 敌人杰猜测带人在村中的洞穴 绝不只有一两个 孤辞失踪的银匠 极有可能就藏在这里 他决定兵分两路 我与原方带张桓李朗 跟踪马车 看看他们究竟要到哪里 是 敌人杰打算先行赶往五柳镇 在那里等着五人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无路可逃的五员民 竟然藏身在了五辆马车的最后一辆上 五员民打开箱子一看 赫然发现里边竟然全是兵器 然而马车车门已经锁上 他想半路下去也来了 沙府内 终是被雷电惊醒 再加之噩梦连连 他直接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终是走出房外 听到了后援传来的嘈杂之声 心生好奇之下 他穿好衣服爬到了树上 只见数十名工匠将柱瓢中盛放的东西 道解马车车厢毕丽 甚是奇怪 谁能想到堂堂挂邻远方 竟然被几个车夫给耍了 远方发现刚刚入住在大通铺内的五人 竟然失去了踪迹 大人 上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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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咱们早有证明 又让他们给跑 远方气得咬牙切齿 然而敌人杰却说他们跑不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牙医们将上林村嘶嘶嘶嘶地搜查了一遍 他们虽然发现了歹人的几处洞穴 但却是一无所获 看起来失踪的银匠并不在这里 如燕和凤凰同样没有找到公主的踪迹 如燕猜测或许公主藏在了马车上 已经逃出了上林村 曾太却是不以为然 她认为公主怎么也不至于那么少 与此同时 一路尾随之下 敌人杰和原方发现 五人驾着马车驶入了徽阳门 进入了洛阳城 虽然感觉颇为奇怪 但敌人杰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一探究竟 只见五人静止驾着马车来到了大车店 所谓的大车店类似于如今的服务区 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和城关附近 为过往刑犯提供简单实损 听到外边的动静 五元密连忙躲到了箱子里 五人抬着箱子来到附近的客房 只不过这里只有大通谱 眼见几人准备休息 原方连忙跑去向敌人杰禀报情况 当得知五人住进了大通坊之后 敌人杰动感不妙 他意识到这些人像是要开溜 等敌人杰几人赶到大通坊查看的时候 果然没了几人的踪迹 原方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不知为何 这一步的原方似乎显得很急躁 不过好在在敌人杰的带领下 原方他们在后门发现了五人的踪迹 尽管敌人杰一再提醒 不要靠得太近 然而他们一行人仍是相当于明目张胆的贴脸跟踪 在绕了一大圈后 只见马车驶入了一处大户人家的后门 敌人杰等人绕到前面 这才发现马车竟然驶进了沙夫 由此可以证明 敌人杰之前的判断并没有错 只是他们上次查抄沙夫 有点操之过急 五名车夫进入沙夫 并坐实了沙尔汗的身份 如今已经可以确定 沙尔汗就是善金局结案的首恶元凶 没有一个阴谋的策划者 会蠢到在筹策的计划中 舍弃自己的性命 因此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沙尔汗并没有死 还是那个问题 他是怎样将突勒骑兵带入善金局中 又是怎样在火起之后 率袭击者全身而退的呢 敌人杰提出的两个问题 本质上就是一个问题 很快就会得到答案 趁着四下无人知己 五元敏钻出箱子 并尝试逃出马车 然而即便已经到了沙夫 车门却仍是上着锁的 无奈之下 五元敏只能猛地一撞撞开了车门 由于用力过猛 他直接被摔了个狗啃地 在简单地将车座恢复原样之后 五元敏便跑着去掉藏身之所 就在敌人杰准备离开沙夫的时候 他突然灵光一闪 猛然间想到了关键之处 那就是沙夫地处幽静 和善金局只有一强之隔 此外他们在上次突袭沙夫的时候 在沙夫后员发现了地下暗道 敌人杰猜测沙尔汗可能一直在玩地道战 他让张环离朗率人昼夜监视沙夫 自己则是亲自前往善金局探查 果然不久后在善金局的一处偏僻之地 发现了暗道 王小杰大吃一惊 敌人杰告诉众人 往往看似最不合理的事情 其实是最合理的 敌人杰一行进入密道 却发现尽头是一堵石墙 敌人杰和原方拿着火把摸索 然而却并未找到开启石门的机关消息 看起来这座石门只能依靠沙夫内机关总车开启 王小杰本想派人砸开石门 却被敌人杰制止了 敌人杰认为眼下还不是时候 他们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才能够动手 否则又可能向上次突袭沙夫难弄巧成猪 沙尔汗是圣上的宠臣 我们不能再鲁莽行事 否则一旦触弄天言 不但无法破案还会陷自己于死地 虽然敌人杰的话言之有礼 然而原方却直呼想要证明这一点 实在是太难了 如今沙尔汗一死 他们更是无法取证 面对如今的尴尬境地 那么敌人杰又会如何破决呢 圣上偏信宠臣 早晚有一天会闹出大事 多年前的薛怀义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小杰 今后在外面绝不可说这样的话 否则会大祸及身 王孝杰的这波吐槽可谓犀利 不过正所谓祸从口出 孝杰确实需要小心 敌人杰认为皇帝虽然重新沙尔汗 但与社稷安危相全 他还是能分得清孰倾孰众众的 在敌人杰前次搜查善金决的时候 皇帝虽是不欲 却也并未阻拦 如今虽然困难重重 然而敌人杰却认为 他们也并非没有机会 目前有两个人可以让沙尔汗献行 哪两个 这两个人身高同样不过无耻 同样是突勒人 同样是左手残疾 也许他们是同一个人 远方瞬间明白 敌人杰所说的二人正是铁勒和塔克 善金决马车案已经能够证明铁勒有罪 因此只要找到失踪的铁勒 便可以从他口中得知谁是北山 沙尔汗也就随之暴露 此外如果能够证明善金决的铁勒和沙府的管家塔克 是同一个人 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沙府抓捕塔克 进而从他的口中得知真相 大人 您说的很有道理 可要如何才能够做到 要找到一个失踪的人 总要比与死人打交道容易得多 不要着急 让我想一想 好好地想一想 在走出暗道之后 敌人杰吩咐王孝杰 昼夜派兵严加守卫 而且对于善金局暗道仪式要绝对保密 曾泰将他们在上邻村的搜查结果告诉了敌人杰 敌人杰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他早已猜到那五名车夫就是去清理现场的 国老 公主也不见 什么 我们搜遍了上邻村 都没有找到公主的踪迹 叔父 我怀疑他偷偷地上了胆炎的马车 马车限停在北门大车台 我命张宽李朗仔细检查过 里边没有人 那他会在哪呢 他会不会躲在那只大黑箱子里被晕进沙尔汉府啊 凤凤皇当即就要招呼如燕一起赶到沙府要人 却被敌人杰制止了 他认为此时只能暗场 而且公主虽然少不更是行为顽皮 却是绝顶聪误 暂时不会有危险的 正如敌人杰所料 五元敏非但没有被沙府家丁发现 而且还通过一处矮墙 进入了沙府后园 谁能想到堂堂的黑衣天王 竟然落魄至此 五元敏本想进入后园大堂 怎料这里的每个房间平时都上着锁 当看到院中的马车后 他灵机一栋再次藏身到马车当中 回复之后 敌人杰在脑海中 不断回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他打开监控 一步步梳理着重要线索 寻求破局之策 原方和曾泰静静地等候在房外 不敢惊讶 夺路部向鹰缩穿窥逃 遇到了当时的流沙道安府使 阿史纳社不真 阿史纳社不真 是的 听说他也是吐了人 是不真招响了铁勒 是的 突然敌人杰睁开了双眼 想到了沙尔汗提起过的招响铁勒的不真 敌人杰打算以此为突破口 把有关铁勒的情况摸清楚 他吩咐原方和曾泰分头赶往兵部和力部 请他们帮忙查一查 左囤为大将军不真现在的下落 原方和曾泰前脚刚走 敌人杰前来禀报 有一位穿着黑斗篷的神秘客人前来拜访 当看过来人所拿铭铁之后 敌人杰脸色大病 当即吩咐敌弗将客人请进来 来人正视敌人杰的小前人忠世 忠世深夜来见敌人杰 敌人杰连忙让敌夫出去 并把门关好 这就是所谓的夜深人静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忠世告诉敌人杰 最近这几天她总是噩梦连连 什么噩梦 梦见 我夫沙尔汗 站在我的面前 痛斥切身不血 这几日 切身 使不下一夜 睡不安情 敌人杰安慰忠世 梦游心生 不必过于当真 然而忠世却仍是一副 惊魂未定的模样 他甚至不能确定 那究竟是不是梦 前夜大雷雨 忠世梦见王夫沙尔汗 满脸血污贴在他的脸上 他只感觉沙尔汗的皮肤冰凉 脸上的味道腥丑难闻 实在是太可怕了 夫人在梦中能够感觉到 冰凉和血腥 正是 那就说明 那并不是梦 郭老 你说什么 夫人不必近况 奔格也只是以常理推荐 人在睡梦之中 是无法感受到触觉和味觉的 如果你真的感到了冷和臭 那就说明你看到的是真实发生的东西 而不是梦境 听了敌人节的话 忠世更是感到惊恐万分 他自我安慰可能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毕竟沙尔汗早已葬身火海 忠世还将他昨晚在后院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敌人节 最近他总觉得府中的人和事十分诡异 尤其是那个管家塔克 整天神神秘秘的 不知道究竟在搞什么鬼 有时候 妾身甚至觉得 王夫沙尔汗 他并没有死 而是躲在 躲在什么地方 暗中只会 夫人啊 你提供的这个情况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谢谢你 国老言重 妾身说 帮你也是帮我自己 谁也不愿意整天生活在恐惧和迷雾中 敌人节并未将沙尔汗 还没有死的事情告诉忠世 只是告诉他发生在善金局和沙府的事情 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敌人节再次将自己的明帖交给了忠世 并提醒他处处小心 一旦有事可以随时来找自己 实质深印 沙府后院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吴元明也被院中的嘈杂声所惊醒 吴元明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竟然发现额头被烫破了一层皮 心生好奇之下 他又伸手摸了一下马车车厢柄 紧接着就把手缩了回去 随后 吴元明悄悄溜下马车观察院内的情况 然而由于观察的太过认真 竟然没有注意到背后有人 大聪明吴元明被人悄然其难 忠实刚回到房中 便听到一个阴森恐怖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这几日你好像很忙 谁 当看清屋内之人面容后 忠实大惊失色 明铁也随之掉落在地上 曾太在吏部查了半天 查遍了十六位大将军的名册 却根本没有查到一个叫阿史那舍不真 敌人杰和曾太杰觉得此事颇为奇怪 二人正郁闷间 元芳和王孝杰走了进来 王孝杰此来给敌人杰带来了重要线索 大帅您所说的左屯卫大将军不真 其实就是既往也可含 哦 是他 卑职奉命到兵部查找左屯卫大将军不真 可查遍所有风略提策都没有找到这个名字 这时 卑职想起了孝杰 他是又卫卫大将军 而当时平定突乐的聪山道行军大主管 便是他的前任 宿国公程之杰老将军 于是非旨找到了孝杰 果然 你找对人了 哈哈哈哈 王孝杰补充说 不真老殿下乃是太宗皇帝钦锋的既往绝克汗 地位崇高至极 在当时便被称为半朝鸾架 就连太宗李世民都与他兄弟相称 这个既往绝克汗与程老之杰关系默议 与王孝杰也可以说是关系匪情 他的急策归宗政府管理 因此在兵部和利部是不可能查到的 一说起这个既往绝克汗 敌人杰也是文明久矣 只不过在死之前并不知道既往绝克汗的名会罢了 小杰啊 不真殿下住在哪里啊 他就住在崇政皇帝 现已年纪八旬 敌人杰当即决定前去拜访 那么他是否能从这位老殿下的口中 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呢 那是敌人杰 千牛尉大将军李元芳 大将军王孝杰 洛州刺史曾太 参见大王 宰相大礼不真愧不敢受啊 大王威名如雷贯耳 后生小子安得不理啊 哎呀 久恩敌宫贤明 今日得见 恳不虚也 多谢大王 这个能让当朝宰父敌人杰大礼参拜 以后生晚辈自迁的老者 正是太宗皇帝钦锋的既往绝克汗 在一波商业火吹之后 不真将敌人杰一行请入正堂 已经是深夜十分 敌人杰便直接开门见山 说明自己此来乃为铁类仪式 铁类 就是三十多年前 大王任流沙道安抚大使时 夺路过归降的铁类 不真如今已经年仅八旬 听了敌人杰的话 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中 不过这个不真怎么看 怎么像翻版的乌了纸 别以为粘个胡子两个头发 就没人能认得出来了 不真想了半天 这才想起有关铁类的事情 帝公 人何问起铁类啊 不瞒大王 近来铁类牵涉了数起大案 而今此人失去踪迹 而知道其生平之人少而又少 值得叨扰大王 铁类是夺路部首领 莫渡的儿子 啊 莫渡的儿子 不真告诉众人 莫渡有两个儿子 长子是铁类 次子便是赫鲁 只不过铁类和赫鲁 虽是亲兄弟 却性格迥然 铁类善良耿直 不好杀戮没有野心 当年大将军苏定方血战出木坤 夺路部大败逃亡 在鹰缩川遇到了 不真所率领的大军 莫渡和赫鲁 本玉帅族人做困手之道 关键时刻 铁类率卫队 逼走了号战的父亲莫渡和弟弟赫鲁 率全足向大唐投降 后铁类随姑与大将军苏定方 进京献节 先帝因公授其都尉 铁类极力推辞 他对姑说 喜欢金银稚气之法 想到善金局供之 姑奏名圣上 圣上准奏 就这样 他便到了善金局 那在这之后 他和大王还有联系吗 不真告诉敌人杰 起初铁类经常道府探望 然而之后却出现了一些变故 听说两年前铁类的左手被金水烫伤 以至于落下残疾 自此之后铁类便以伤残之躯 休于贱人为由 再也没有拜访过不真 接着敌人杰又向不真询问 铁类除了善金局后相的一间班房外 是否还有其他住处 班房 铁类住在班房 怎么 不是吗 当然不是 堂堂四品轻车都尉 怎么可能住在班房之内 那大王知道他的家住在哪里吗 当然知道 铁类与很多突勒祥人一样 都住在归艺房内 多谢大王 拜别不真之后 敌人杰便率领大队人马 包围了铁类的都尉府 原方察觉到都尉府的杀气 只身持剑进入正堂 原方通过桌子上的脚印 判断出这里有人埋伏 他刚拔出幽兰镜 两名御风者便从房梁上杀出 他们本想把原方踢成白骨 却不料遇到了硬点子 就连乌勒芝都不是挂灵的对手 更别提这两个小虾命 交战数个回合 两名御风者便被原方轻松制服 面对杀气逼人的王小姐 两个小虾命慌得一批 敌人杰连忙趁热打铁威胁一波 他告诉二人 他们的主子赫鲁已被擒火 陷阵关押在天牢之中 如果实话实说 二人尚能活命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说 否则 老子宰了你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你们突袭镇远爱口 残杀手爱军士 将他们踢成白骨 那些军士便是他的麾下 敌人杰威胁二人 如若不说实话 就将他们交到王小姐的手里 听到这里二人已经有所松动 我他娘抽了你们的筋 拔了你们的皮 说 我们说 嗯 剑骨头 嗯 你们是乌乐智的手下 两个小虾命告诉敌人杰 他们是后鲁太子的位队御风者 乌乐智正是他们的手里 对于御风者这个名字 敌人杰也是第一次听说 然而对于常年镇守边疆的王小姐来说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原来这个御风者 不只是神秘骑兵 而且还曾是沙漠中最彪悍的强盗 专门截略往来刑商和各国使团 据传闻御风者来无影去无踪 凡是遇到他们的人 都变成了沙漠中的白骨 几年前御风者在沙漠中骑节脱了伤队 吉利克汗派因尸追降 自此之后便没了御风者的踪迹 没想到他们竟然被赫鲁收归挥下 你们怎么会在铁乐的家里 铁乐 我们不知道谁是铁乐 赫鲁住在这里是吗 正是 我们是跟随太子殿下来到这里的 这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一个管家 叫李九 敌人杰当即命人仔细搜查 一定要找到这个李九 不久后藏身在后院水缸里的李九 还是被曾太找到了 原来这个狡猾的李九 正是我们的老书人套铃合计 沙尔汗 这个奸贼 沙大人可是当今圣上的宠臣 国老 沙尔汗是个不折不扣的内奸 注意听 无处不在的老钱又来派因了 而且这次他还为敌人杰提供了重要线索 套铃合计落到了敌人杰的手中 不过在这不距离 他乃是铁乐府中的管家李九 在敌人杰的死亡威胁下 李九连忙跪地求饶 并开始吐露实情 李九摇了摇头 因为北山从来都是蒙着面来蒙着面去的 因此李九并没有看到过北山的脸 敌人杰问起了铁乐 眼见李九支支吾吾的 敌人杰一百手铁灵增叹 立刻心领神会 这次贪生怕死的李九全料了 他告诉众人 这里本是善金局铁乐的家 在两年前的一个夜里 家里人都睡了 赫鲁和乌勒芝直接带人来到了沙府 并逼问他铁乐何在 从那天起 铁乐便被赫鲁和乌勒芝 拘禁在后堂地下的密室里 赫鲁给了李九一大笔钱 让他代为大帝 自此之后 只要赫鲁和乌勒芝来到洛阳 就会住在铁府 在李九的带领下 敌人杰在一个阴氏的密室里 找到了十分虚弱的铁乐 敌人杰的话没毛病 他的府上确实有医生 而且还是洛阳人民医院的 铁乐刚被抬走 曾泰的问题就来了 铁乐被关在密室中两年之久 那么替他在善金局当差的又是谁呢 敌人杰当即吩咐 曾泰传李勇之妻岳师道夫 在铁乐有所好转之后 铁人杰特意观察了一下他的双手 发现他的手没有丝毫烫伤的痕迹 岳师在见到铁乐之后激动不已 他跑到铁乐身边 上来就是一通拳打脚踢 兵质问铁乐把他丈夫骗到哪里去了 铁乐一脸猛逼 随后敌人杰将有人顶替他在善金局当差 兵住赫鲁出城 以及将银匠骗出城的事情告诉了他 另外一个铁乐 敌人杰又提起了铁乐的手 似乎并无伤财一事 提了请敌人杰立刻拒绝揭露 沙尔汉与赫鲁的揭幕 原来两年前来到铁府中的人 除了赫鲁和乌勒芷之外 还有北山沙尔汉 正是沙尔汉将铁乐锁住位置告诉的赫鲁 圣上对你天高地厚之恩 你为何要做这种悖逆之事 不错 圣上对我的确很好 可是我想要的他却不能给我 赫鲁 你想做什么 我来讨债 三十年前在鹰缩川 你出卖了我和父亲 想不争投降 现在偿还的时候到了 赫鲁声称自己次来不是要伤害铁乐 而是要给铁乐一个机会 铁乐虽一脸不屑 可他也想知道 赫鲁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原来赫鲁是想要铁乐 帮助自己杀掉吉利和敌人杰 重挡托勒大权 铁乐深知只要赫鲁的阴谋得逞 两国必会冲人战火 百姓必将遭殃 因此铁乐断然拒绝了赫鲁的要求 赫鲁虽然恼怒 可也没有杀掉铁乐 毕竟他们还是亲兄弟 从那时期铁乐便被拘禁在地下密室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铁乐被关押之后 沙尔汉用身高和外形 与铁乐有些相似的塔克 假扮铁乐 然而塔克的左手是天生的残疾 于是沙尔汉才编出了金水溢出 将铁乐左手烫毁这套画片 除了这个李源芳之外 其他人都免礼 这次甚是无奈 你骂我 我告诉皇帝去 好啊 你最好现在就去 他正等着杀你呢 遇到虎角满馋的公主 元芳的暴脾气再次被激发出来 爱搞事情的武元敏却哭了 看来元芳这次是真的遇到克星了 真是想不到 赫鲁竟是冲着大人和吉利可汗来的 哼 这个畜生 与他爹末渡一般 都是利于熏心的杀才 真真是该死 从得知赫鲁的真实身份那天起 我就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哦 是 你早就想到了 敌人杰解释说 赫鲁乃夺路无不知首 身份何等尊贵 能让他不惧风险亲身闯关 也要潜入洛阳内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图勒内部的好战贵族 早已不耐烦吉利可汗的和平政策 对于他们来说 只有战争才能带来土地金钱和权力 而除掉主张和平的吉利和敌人杰 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通过铁勒的叙述 敌人杰断定银将失踪案和善金举及案 都是围绕着刺杀他和吉利可汗这一核心展开的 所幸的是真铁勒被救出 沙尔汗最终暴露了他内奸的身份 这也是对方没有料到的 善金局写案发生后 不管是从出城追缴金银的左右位骑兵 还是来自城门方面的消息 都能够证实一点 那就是沙尔汗 预风者 还有失踪的银将 以及一百一十万两金银 都还在洛阳城中 不错 学生认为 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 按时动手吧 颜风的想法与增态一样 他建议再次突袭沙腹 抓捕塔克 从他的口中撬开真相 然而敌人杰却认为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住气 他一连抛出了几个问题 隐藏在上林村草垛中的五辆马车 是做什么用的 五名车夫为何要将他们停在北门大车台 而且沙腹后援 为何恰恰也是和上林村同款的五辆马车 敌人杰自然不相信 这只是单纯的巧合 此外沙腹后援的工匠 拥票往那五辆马车上浇着的东西又是什么 敌人杰认为 他们目前虽然掌握了沙尔汗犯罪的确凿证据 然而对于整个案情来说 并没有真相打白 失踪的银匠仍不知所踪 罪魁祸首沙尔汗及御风者 钱饮行残 百万辆金银无踪 实际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一旦我们贸然行事 打草惊蛇 所有的线索便会立刻中断 我们长时间跟踪得到的一些宝贵线索 也会丧失作用 因此敌人杰再三告诫 原方曾太和王小姐 初期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大家要忍耐忍耐再忍耐 等敌人先冻起来 那样他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敌人杰自信那一刻不会太久了 还以为快结束了 谁知道还早着呢 别泄气 我们离真相只差一步了 老爷 突然敌妇来报 如燕回府了 而且还带回了公主 此时敌人杰据真相确实只差一步 当得知自己在吴柳镇遇到的老先生 就是敌人杰之后 五元明瞬间激动不已 是茶馆里说书人说的 敌公案中能沈殷司 沈鬼魂的敌公 正是 骗人 我骗你干什么 真的是 敌公叫什么 敌人杰呀 公主殿下 老臣就是敌人杰 公主殿下 老臣有礼 参见公主 看到敌人杰所穿的这件银青袍服 五元明也不得不相信 自己巧意的糟老头子 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敌公 眼见五元明像是看怪物一样的看着自己 敌人杰连亡谦虚一波 表示那不过是世人的讹传而已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可说书的 说你能沈鬼魂 那更是无稽之谈 敌人杰告诉公主 断案的方法有多种多样 所谓的沈阴思神鬼魂 不过是心理战 一切都是假的 公主和敌人杰聊得火热 元方三人则在后边一直撅着屁股 我说公主殿下 你准备让陈等撅到什么时候 这样吧 除了这个李元方之外 其他人都免礼 这次甚熟了 你骂我 我告诉皇帝去 好啊 你最好现在就去 他正等着杀你呢 面对暴躁的元方 公主直接被气哭了 敌人杰连亡假意数了元方 怎么能跟一个小女孩一般见识 大人 这次甚不承认 从来不替旁人着想 为了自己好玩 转眼就不见了踪迹 害得大家满山遍野 城里城外的寻找 谁让你们找我了 我都跑到乡下去了 你们还不放过我 你以为我愿意跑啊 我爹 要把我嫁到图伦去 要你到图伦去 你愿意吗 眼见吴元敏一副 委屈巴巴的模样 元方瞬间没了脾气 狡猾的敌人杰 在安慰公主两句之后 便转移了话题 问起了如燕 是怎么找到公主的 原来在如燕 潜入沙府后园的时候 恰巧碰到两个家丁 将一个人拖出来 仔细一看正是公主 于是如燕出手 将两个家丁打倒 救出了公主 随后公主向迪人杰说起来 她被杀附家丁抓到了经过 本来她躲在后园的马车上睡觉 结果到了半夜 却被院中的嘈杂声吵醒 公主悄悄跳下了马车 本想凑近观察院中 工匠们到底在干什么 怎料却被家丁发现被欺 公主所说与忠实所言一致 二人都是看到工匠们 用一条将液体 倒在马车的车厢壁中 当得知公主的额头 竟被马车的车厢壁 烫破了一层皮之后 迪人杰瞬间明白 这里边定有蹊跷之处 公主在临走前 犹豫了半天 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她提醒迪人杰小心 说是有人要杀她 公主说什么 我在一所破庙里 听两个穿黑斗篷的人说的 那两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熊巴巴的干嘛 他们两个都戴着风帽 我没看见 多谢殿下关怀 老臣会小心的 曾太和王孝杰 皆把公主当作了智障 然而敌人杰确实心里一惊 她总感觉 沙腹中有着两层车厢壁的马车甚为怪异 再联想到公主所说车厢壁滚烫 竟能将人烫得皮肤滑脱 敌人杰更是显得忧心忡忡 原方决定当晚再探沙腹 果然之前敌人杰的话应验了 沙腹又有所行动了 能结此奇案者 天下仅恩是一人 天灵曾太再次见凤插针开天了 然而敌人杰确实摆了摆手 因为这次出手仍有美中不足之处 原方带人监视沙腹的时候 发现沙腹的后门打开 五辆马车缓缓地驶出了沙腹 原方留下两人继续监视 其余人随他跟上 只见五辆马车走得很慢 出府之后一路向北 他们的目的地正是北市的大车台 原方躲在树上监视 发现从沙腹出来的五辆马车 和上林村的五辆马车并排排在一起 没过多久 五名车夫赶着五辆马车驶出了打车台 只不过他们这次走得很快 张桓李朗留了下来 原方带着其余人再次尾随而去 不得不说大洲的马路真是太好了 五辆马车很快就上了高速 在绕了一大圈后 马车返回了沙腹 听了原方的禀报 敌人节一时间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他料定这其中必有蹊跷之处 他让原方吩咐所有负责监视的卫视 一定要放大眼睛 绝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张桓和李朗姨也没有合影 一直在大车台门前监视 直到第二天一早 他们仍是没有看到上林村的五辆马车出来 二人的豆沙包吃得津津有味 却不知五辆马车 已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悄悄溜走了 等到张桓意识到 不对劲来到院中查看的时候 只见这里早已是空空如影 张桓不知道的是 五辆马车早已穿过朱雀大街 来到了城门处 并顺利地通过检查出了城 尚汉 正是 臣在奏折中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据多方调查 以及原善金局长部赫鲁之兄铁勒的证词 沙尔汉与突勒太子赫鲁关系非同寻常 赫鲁将其阴影为内源 代号为北山 敌人结像武皇奏饼 正是沙尔汉与赫鲁同谋 将不愿赋逆的铁勒关进地牢 令善金局的马车驻赫鲁逃出洛阳 以及将赫鲁的卫队御风者 隐藏在上林村的人都是沙尔汉 此外沙尔汉还是制造善金局血案的元凶首恶 武则天感到难以置信 他万没想到自己的宠臣沙尔汉 竟然是一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然而事实俱在 由不得他不相信 无奈之下 武则天只能给敌人结变异形势之权 让他会同南平郡王全权处置 当得知停放在大车台的五辆马车神秘失踪之后 敌人结脸色大变 他连忙闭上眼睛 打开监控梳理案情 在想到关键之处后 敌人结动感不妙 他向元方和张桓解释了这里面的原因 那五名车夫之所以要前往大车台 正是为了偷梁换重 其实他们暗中已经将沙府后园和上陵村的马车换过来 敌人结来不及做过多解释 当即吩咐元方召集卫士 出上东门追赶 一定要找到那五辆马车 在元方走后 敌人结当机立断 率领曾太后王孝杰查抄沙府 然而他们虽然抓住了塔克 忠实却不见了 那么敌人结这次查抄沙府 还会像之前一样无攻而返吗 敌人结不仅断案厉害 审问犯人也有一套 眼见塔克不肯开口 他当即就要将塔克交给银匠们的家具 让这群富人恼死的 原本嚣张的塔克立马服软认走 敌人结率领大队人马查抄沙府 沙府管家塔克被王孝杰带到了敌人结面前 我们又见面了 大人 不知为何将小人捆绑在此啊 哼 塔克 本哥让你见个人 见到此人之后 看看你还会不会问这个问题 塔克一脸诧异 只见敌人结小手一拍 跟在后面的铁勒 缓缓地走到了敌人结面前 参见国老 铁大人 这个人就是你被囚禁期间 顶替你在善金局当差的假铁勒 铁勒气得咬牙切齿 此刻塔克的内心慌得一劈 敌人结趁热打铁 吩咐曾泰把石宗银匠们的家眷带过来 虽然铁勒和塔克的身形龙帽皆十分相像 然而院士等人还是认出 塔克就是把他们丈夫骗走的故事 眼见塔克矢口否认 群情激愤的众人直接一拥而上 对着他就是一顿胖揍 这也算是塔克的人生巅峰时刻 一群女人围着他转 实在扛不住的塔克 大声求牢 敌人结顺势抛出了四个问题 沙尔汗在哪 羽风哲在哪 石宗的银匠在哪 终是为何不嫁 眼见塔克仍是死鸭子嘴硬 敌人结当即就要将他交给石宗银匠的家眷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爆发力 塔克连连求饶 并表示自己一定实话实说 邓格在听 他们 他们都在后堂下的密室中 上次 邓格曾经检查过那间密室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府中的密室 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大圆盘 消息是 在后园外 小桥旁的一座假山之中 机关分为几层 第一层是掩护用的 你们那天突然来到 我只得暗中启动第一道机关 塔克告诉敌人结 如今银匠沙尔汉和忠实分别在二三四层中 敌人结当即让塔克打开机关头前带路 塔克打开第二层密室 里边正是失踪的银匠 瞬息之间原本黑暗的密室 竟然成了大型的任夫现场 几乎所有人都找到了另一半 没有角落里的一个单身狗 显得形弹影之五味杂陈 失踪的银匠总算是找到了 然而当军神们打开 沙尔汉和御风者藏身的密室时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敌人结大叫不好 并让塔克立刻打开通往善金局的密室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等到敌人结率人进入密室时 守门军事已经全部被杀 御风者和沙尔汉已经逃之夭夭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智者千里必有一失 死里逃生的银匠们 携家眷拜现了敌人结的救命之恩 若非敌人结及时找到他们 他们定然没有活命的可能 为了安抚众人 敌人结当众宣布 每家发放补偿费50罐 对于敌人结突然下令查抄沙封 曾太感到十分好奇 此次敌人结之所以突然出手 正是因为他想明白了沙封马车的秘密 沙尔汉在血洗扇金局之后 将扇金局的一百多万辆金银 通过密道运到府中 由于如此大量的金银运输不变 又容易引人注意 因此塔克便立刻组织银匠 将这一百多万辆金银融化成水 而后交在马车两层车厢比肩 两寸厚的缝隙中 将金银铸造成马车不但便于运输 而且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躲过首层军事的检查 因为在一般检查车辆时 主要是检查车内有无家的 而不会检查车辆本身 如此一来 沙尔汉便可以将抢劫而来的金银 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出洛阳 在将五辆银马车交主完工之后 五名车夫驾着银马车去了大车台 因为银马车比较沉重 这也就是为何原方他们看到去的时候 马车走得很慢的原因 此外每辆银马车上还另外带着一名车夫 原方跟踪银马车来到大车台 然而为怕暴露不能离得太近 待到他潜入之时 实际上换车已经结束了 也就是说银马车留在了大车台 而上陵村来的五辆马车驶回沙尔汉府 说得对极了 这就是为什么原方会觉得 回程的马车走得很快的缘故 到了深夜 留在大车台银马车中的五名车夫 悄悄将所有马车的两层木板车厢壁拆掉 此时浇在两层板壁间的银水早已凝固 便自然地形成了两寸厚的车厢壁 而且原本银色的车厢壁 与空气接触氧化变黑 就这样 原来的五辆黑色相使马车摇肾一变 变成了五辆黑色高草帮敞篷火车 想同了这一点 一切便都豁然开朗 于是我才决定查抄沙尔汉府 能解此奇案朝 天下尽恩师一人 然而我还是忽略了善金局下的密道 致使沙尔汉逃脱 是 这怎么能怪您呢 谁知道沙尔汉府中的密道竟然能转动啊 曾太 事不宜迟 你立刻传我大令 全程戒严 命南亚禁军四处搜捕沙尔汉和御风者 是 随着敌人结的一生命下 整个洛阳城的气氛 陡然间紧张了下来 买卖官张显然归家 那么面对全程大搜捕 无路可逃的沙尔汉和御风者 又会何去何从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